柯文哲捲入京華城弊案 移送地檢署附訊後 雖然早到生押 但卻被法官裁定無保請回 檢察官不服提起抗告 書狀厚達二十頁 不排除內容可能是貪污和突利罪 細節補強 三號下午北檢公務車 開進臺北看守所 天下第一中組檢座再度出擊 一次掌握到新市證 訊問再押四名被告 也有可能檢察官想說 如果把案件提出抗告到高等法院 如果由三個法官何一廷 來做審理或許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那但是同時檢察官也會 在這個過程當中 想辦法再去詢問相關的關係人 看看有沒有辦法取得一些其他的證詞 柯文哲二號凌晨三點 裁定結果出爐後 檢察官三號下午五點地狀 晚間七點二十分 卷宗送達高院分案 這次的合議庭成員 包含審判長許太成 受命法官鍾亞蘭 以及裴起法官魏俊明 三個人連驗月卷 預估最快四號下午就有結果 同樣申請抗告的還有前 臺北市副市長彭震生 攸關兩人生死門的抗告庭 將會出現三種結果 如果不回抗告案件就此告一段落 但如果是撤銷跟裁 就會發還北院再開積壓庭 或是高院自圍裁定 有法官決定要積壓還是交曝 是沒有時間的限制 但是如果一旦發回了 我相信這個法院可能會很快的 就來安排這個積壓庭 來做一個相關的審理 同樣案件前市長副市長 卻是兩樣情 到底生死鬥結果如何 外界都在等著看 再次希望程翔 星儀 台北暢報道